女人将八音和缓缓启动 随后便听到了一阵悲痛惧怕的哭声 地下室的角落里多出一个面目全非的胖女鬼 沃伦太太看向那个角落 不料胖女鬼转眼之间竟然来到了自己面前 胖女鬼惊恐地看向黑暗深处 仿佛那里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沃伦太太顺着女鬼的目光 看到有一双干瘪的小腿忽然之间垂了下来 那双腿快速转动 并且朝她的方向飘了过来 沃伦太太惊呼一声 在吊丝鬼来到身边之前 平静全力逃出了地下室 她告诉文神而来的丈夫 这里面的吊丝鬼太凶残了 之前住在这里的房主 就是被女鬼上身之后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然后在别墅里绝望自杀了 请他们前来取摩地委托人家里有五个女儿 吊丝鬼恐怕会顾忌重视 利用委托人害死孩子们 不等他把话说完 用来震邪的十字架逐一倒下 委托人大女儿的头发 忽然间诡异地抛了起来 紧接着那道无形的力量 就把大女儿扔到了门上 在场的所有人合力 也没能将她拯救出来 眼看女孩就要被鬼拖走 沃伦太太找到剪刀 在关键时刻剪断女孩的头发 这才救下了她的性命 面对如此凶悍的离鬼 沃伦先生决定取情外缘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离开 沃伦太太忽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她跟着声音来到水边 看到女儿将值得躺在水里 可是当她伸手去打捞时 水里的女儿就消失不见了 她认为这是吊丝鬼的警告 如果不快点解决吊丝鬼 那女儿很可能也会遇到危险 另一边的委托人一家 因为害怕吊丝鬼所命 就搬到了旅店里暂住 然而在夜深之后 被吊丝鬼上伸的妈妈 就在最小的两个女儿离开了 剩下三个女儿不知所措 告诉爸爸妈妈变得很奇怪 身上还有一股烂肉的味道 妻子的这一举动 让男人知道大事不妙了 她立马联系沃伦夫妇 想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 沃伦夫妇知道后 连夜赶到委托人家闹鬼的房子 发现委托人正在地下室里 拿着剪刀想要杀死女儿 他们合力将女孩救下之后 合力控制住被附身的委托人 想要带她去找教堂取摸 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门口 委托人变得格外痛苦 身上瞬间多了大片伤痕 说话剑委托人被拖回了地下室 众人好不容易将她控制住 用绳子和手铐捆在椅子上 现在的情况十分紧急 可神父却无法立马赶来 沃伦先生决定冒险一事 一个人展开了去莫一事 一事开始之后 半久凶残的吊丝鬼被彻底激怒 在他愤怒的嘶吼声中 整个房子开始剧烈颤动 无数乌鸦盘旋在别墅周围 围扣人的身体腾空而起 然后大头朝下摔在地上 被吊丝鬼操控的韦托人 离开地下室之后 想要杀死藏起来的小女儿 沃伦太太用力抓住她 并一点点唤醒了她的立志 最终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 韦托人彻底清醒过来 阴魂不散的吊丝鬼 也被沃伦夫妇彻底 从这等房子驱逐出去